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里昂是一座融合了悠久历史与现代魅力的城市 它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化、美食和历史遗迹而闻名于世 里昂的老城区充满了迷人的街道和古老的建筑 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历史的气息 在这里漫步 仿佛穿越时光隧道 能感受到古老与现代的交织之美 而城市中心的美食场所更是吸引了无数的美食爱好者 品尝传统的法式料理和当地特色小吃 是美味游客必不可少的体验 除了美食 里昂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城市拥有众多的博物馆、艺术画廊和音乐场所 展示着丰富多彩的艺术与文化底蕴 无论是品味经典艺术作品 还是欣赏当代音乐表演 里昂都能满足你对文化的探索和享受 此外 里昂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大亮点 其中 灯光节是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 每年吸引了无数游客和当地居民前来观赏 在这个节日里 整个城市被点亮成一片绚丽的光影世界 令人心持神往 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 里昂也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目的地 城市中散落着众多的历史遗迹和古老的建筑 如里昂大教堂 古罗马剧院等 都是探索古老历史的绝佳场所 总之 里昂是一个兼具历史韵味和现代气息的城市 无论你对文化 美食还是历史感兴趣 都能在这里找到满足 因此 不妨来里昂一趟 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与风情 里昂的老城是法国最古老 最具魅力的历史区之一 位于罗纳河东岸 自古以来就是城市的心脏所在 走进这片古老的街区 仿佛穿越时空 置身于中世纪的繁华之中 老城区被保留完好的中世纪建筑 和窄窄的街巷所包围 这些历史悠久的石头房屋和古老的拱门 散发着沧桑与历史的魅力 游客可以漫步在这些古老的街道上 感受古老建筑的沉稳气息 探索其中隐藏的历史故事 在老城区的中心是里昂大教堂 这座哥特式建筑 不仅是里昂最重要的宗教建筑 也是法国最宏伟的教堂之一 教堂内部装饰华丽 尤其以其壁画和彩色玻璃窗著称 让人不禁为之惊叹 另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标 是老城区的特拉布尔桥 它横跨在罗纳河上 连接着老城区与新城区 这座桥建于中世纪 是里昂最古老的桥梁之一 从桥上眺望罗纳河两岸的景色 壮丽而迷人 此外 老城区还有许多迷人的小广场 古老的街市和充满活力的咖啡馆 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 浓郁的法国文化氛围 品尝地道的法国美食 或者漫步在狭窄的街道上 体验浪漫的法式风情 总之 里昂的老城区是一个充满历史 和文化底蕴的地方 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 中世纪的魅力 探索古老建筑背后的故事 以及体验法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位于法国里昂市中心的富维耶山 是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地标之一 也是一处历史悠久的重要景点 这座山坡上矗立着里昂大教堂 它是一座典型的罗曼市和拜占亭市混合风格的建筑 是里昂的象征之一 富维耶山地势险峻 俯瞰着整个里昂市 从山顶的观景台 可以欣赏到壮观的城市景观和罗纳河的风光 因此 富维耶山也是里昂最受欢迎的观景点之一 每年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 除了里昂大教堂 富维耶山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建筑和景点 其中包括圣一齐日亚司堂和罗马剧院 这些古老的建筑见证了里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富维耶山也是基督教的重要朝圣地之一 据传说 公元二世纪 圣一齐日亚司在这座山上建立了一座教堂 成为了这里基督教信仰的中心 如今 富维耶山每年吸引了无数的朝圣者和信徒前来参观和朝拜 在山脚下 还有富维耶山广场 这里聚集了许多餐厅 咖啡馆和纪念品商店 是游客休憩和购物的好去处 总之 富维耶山是里昂的一颗明珠 它不仅是一处观光圣地 更是这座城市丰富历史和文化的象征 无论是欣赏建筑风光 还是感受宗教氛围 富维耶山都能带给游客难忘的体验 里昂美术馆位于法国里昂市中心 是法国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 这座美术馆收藏了从古代到当代的丰富艺术品 涵盖绘画 雕塑 装饰艺术等各个领域 其收藏的重点包括欧洲绘画 特别是文艺复兴和现代艺术 美术馆内的展品源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其中包括大师级的作品 如梵高 毕加索 雷诺阿等 此外 里昂美术馆还拥有大量 法国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 展示了这一时期的艺术风格和发展 除了绘画作品外 美术馆还展示了许多精美的雕塑品和装饰艺术品 展示了不同时期的艺术技法和风格 在这里 游客可以领略到古今艺术的辉煌与变迁 感受艺术给人们带来的无尽魅力和启发 里昂美术馆不仅是艺术品的收藏和展示场所 还定期举办各种丰富多彩的展览和活动 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了更多的交流与体验机会 此外 美术馆内设有舒适的休息区和咖啡厅 让游客在参观艺术的同时可以轻松享受 总之 里昂美术馆是一个汇聚世界艺术精华的地方 不仅展示了丰富多样的艺术品 还为游客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艺术体验空间 是艺术爱好者们必访的地点之一 里昂的沃土广场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地带 也是其最著名的广场之一 这个广场位于里昂市中心 毗邻市政厅和美术馆 是游客和当地居民常去的休闲场所 沃土广场的中心是巴黎雕塑家巴尔扎克创作的巨型喷泉 被称为巴尔扎克喷泉 这座喷泉建于19世纪 是法国现代雕塑艺术的杰作之一 以其雄伟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而闻名 喷泉周围是宽敞的广场和美丽的建筑 营造出一种优雅而古典的氛围 沃土广场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庆典 例如艺术展览 音乐表演和庆祝活动等 这些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当地居民 使得广场充满了活力和热闹的气氛 此外 沃土广场周围还有许多咖啡馆 餐厅和商店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 让游客可以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品尝当地美食和购物 因此 沃土广场不仅是里昂的地标性建筑 也是一个集文化 娱乐和休闲于一体的重要场所 是游览里昂时不可错过的地方 里昂的牛街是一条历史悠久 充满活力的街道 位于老城区的新藏地带 这条街道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美食文化而闻名 牛街得名于曾经繁华的肉贸易业务 这里曾是里昂最重要的肉类市场之一 如今 尽管肉类市场已不复存在 但牛街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氛围和独特的魅力 沿着牛街漫步 你会被迷人的街景所吸引 古老的建筑 窄窄的街巷以及石板铺就的街道 都展现了这条街道的历史韵味 街道两旁的小店铺琳琅满目 售卖着各种美食和手工艺品 其中有以当地的特色美食最受游客欢迎 在牛街 你可以品尝到各种传统的法国美食 如香肠 火腿 奶酪等 还有许多当地特色小吃 让人垂涎欲滴 此外 街道上还有许多餐厅和咖啡馆 提供着优质的餐饮服务 让你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享受美食之旅 除了美食之外 牛街还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聚集地 街道上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艺术展览 吸引了许多艺术爱好者和文化探索者前来参观 总之 李昂的牛街是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 无论是品尝美食 感受历史文化 还是探索艺术氛围 这里都能带给你独特而难忘的体验 高卢罗马文化博物馆位于法国里昂市 致力于展示高卢地区在罗马时期的文化遗产 该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文物和展品 包括雕塑 陶器 硬币等 展示了当时高卢地区的生活 艺术和社会结构 游客可以通过参观博物馆 了解高卢罗马文化的兴起 发展和衰落过程 以及其对现代文明的影响 这个博物馆是了解古代罗马文明在法国境内的重要场所 也是历史爱好者和文化探索者的避访之地 白苹果广场是法国里昂市的一个标志性广场 位于市中心 毗邻市政厅和里昂美术馆 广场得名于过去曾在此摆放的一座白色喷泉 这座喷泉的形状被形象的比喻为一个巨大的苹果 因此得明白苹果广场 广场的中心是巴黎雕塑家巴尔扎克的作品 巴尔扎克喷泉 这座喷泉建于19世纪 是法国现代雕塑艺术的杰作之一 以其雄伟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而闻名 喷泉周围有宽敞的广场和一些历史悠久的建筑 如里昂市政厅和美术馆 使得整个广场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白苹果广场经常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庆典 如艺术展览 音乐表演等 吸引了许多游客和当地居民前来参观 广场周围还有许多咖啡馆 餐厅和商店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选择 使得广场成为人们休闲 购物和娱乐的理想去处 总的来说 白苹果广场是里昂市的一个重要地标 不仅展示了里昂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还是人们聚集 交流和享受生活的热门场所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